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摩扎是魔童将士 将代表中国大陆竞争第92届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奖 但是当颁奖当时候 导演饺子未能到场 只能通过实现录制的影片 向业者们阐述制片先录历程 消息人士透露 奖子原打算赴妹参加系列展议会 但无奈申请每千两度被拒 随后 额奖之魔童将士制片员一桥确认此消息 小子两次都是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区馆申请签证 他准备拍料齐全 也向签证官出示奥斯卡官方开具的邀请函 与影片或提名相关文件 但是 但仍遭拒签 而签证官也没有给出具体拒签理 有 奖子第一次前往领馆申请签证 又带上家人 遭运后 以为是家人原因 第二次只身前往 但还是遭运 对于奖子两次被拒 整个团队都感到很无奈 奖子自我总结悲剧原因 将来从未出过国是关键 过段时间 奖子还会第三次申请美签 希望他届时能获得通货 不去耽误出席其他奥斯卡相关活动 事实上 中国名人申请美国签证 悲剧案里 其实远比普罗大众想象的多 美签并不是看身份地位 财富就能拿得到 而是看你回国束缚力强不强 签证官看的是不美目的 不是申请者的身份与地位 总结一句话就是 你去美国之后 一定要回国 不能留在货黑在美国 虽然每天难签 但是就算是白本 没出过国 财力不够 也不代表着签不过 主要还是看签证官对你的判断 在签证的时候 不要紧张 一定要诚实回答签证官的问题 最后 祝愿大家都能够成功取得 每天 来美国玩一娃 宝贝